欢迎各位来到森林净化论之决战农场 游戏规则 新的一期已经播出了 所以我们有空可以看一下 这期还挺热的 这一期 就是我之前说过的 少帮主计算滑铁炉 指三为六 指三为六 今天有兴趣的话 可以复盘上一周的 我玩会手游 玩着玩着手游 给大家复盘一下 好吧 大家有意见吗 好 大家有意见 那可以不复 给两下手游 我复上周的呀 我复上周的盘 不是复这周的盘 我这周的盘 会在下周播出节目的时候 复或者是这周末复 复复盘上周的呀 上周的你们还记得吗 我都不太记得了 再不复就忘了 主要是 主要是再不复就忘了 小动物 可以 可以复一下 小动物 今天这一期节目 还没看的 小伙伴 可以好好看一下 两个小时 我觉得 今天这一期 就是我之前说的 比较精彩的 就是全程 我说话糙一点 全程无尿点 就是没有那种 让你感觉到枯燥的点 很好看 我今天看了一下 剪得很棒 比我心目中 剪出来还要好一些 剪得很好 就是 就是每一分钟 感觉都很有意义 这个就是 你先抛开他 这个 每个人都有自己 喜欢的这个支持的嘉宾 你抛开这个嘉宾 这一块来说 这一期 就是从节奏上面 我觉得剪得就很好 就一扣 一扣 一扣 就总能让你想着 哎呦喝 这几个 这歌几个又聊什么呢 哎呦喝 哎呦 这全是新眼子 他这一扣 一扣 让你就是看的时候 你停不下来 我不知道你们 有这种赶脚吗 就一扣 一扣的 喜欢看我拍卖吗 我拍卖 我自己看了一下啊 我是一点 没有 没有展现出 我那个血量 那么那么低哈 我 我觉得我拍卖还凑合 有点 有点那味还 对 今天交易的次数极多 所以我跟大家说 是不是后面的 比前面精彩很多 我没有骗你们 啊 问别人要血 苟住很关键吗 呃 这个咱们这局的游戏 就 下次再聊 今天呢 很多小伙伴没看 没看 呃 看完了以后 他们自己体会吧 好吧 我觉得 每局游戏 每个回合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 都是擦 擦着这个 生死线在玩 挺刺激的 反正 是大家现在对于技能 这个和游戏的玩法 摸得更透彻了 所以大家的 这个血线 其实压力都很大 呃 所以特别刺激 每个人 剩的血都不多的时候 你就会心跳加速 跟着跳加速 所以这期一定要看一看 而且这一期 算是 环环相扣扣得挺紧的 但我感觉还不是最精彩的 还有更精彩的 你们到时候期待一下 哎呀 这个小动物那一期啊 是 还是那句话 你刚拿到一个游戏 只给你30分钟 时间 来了解规则 来想战术 你一定没有 再想一个小时 两小时 五个小时的时间 打出来的漂亮 但是呢 这个节目 首先有一个考验点 就是够短的时间内 谁能够 就是找到一些比较有趣 或者有想法 而且别人在更短的时间内 可能没有 没有去预防你的这些想法 知道吧 你只给30分钟时间 你不能要求太高 你们自己上的时候 可能你还不如 这12 10个嘉宾想的 这个花哨多呢 对吧 每个人 有每个人的想法 在场上还得需要实施出来 还需要这个 各个人都按照你的想法 能配合上你 这其实难度挺高的 你从谈判中 节目谈判中 你就可以看到 有时候你想的很好 说的也特别好听 就比如说我 我每次呢 说的都 不是特别招人烦吧 但是说完了以后 人家 行我考虑考虑吧 我先布了 人家直接就把你的想法都拒绝了 你也没招 对不对 啥岁月静好不静好呢 主要是我 直播间的水友 他都跟我性格一样 你知道吗 但凡稍微 就是较点真儿脾气急一点 性格暴躁一点的 早就在我直播间待不下去了 我小少将的性格 对吧 哎呀脾气太好了 我是皮好播嘛 皮好播 就是脾气很好的主播 简称皮好播 我是皮好播 又皮又好玩的主播 皮好播 皮好播 哎 我直播间那都是好脾气水 心态都放得很平 是不是 我是皮好播 聊一聊那个上一周的森林进化论 上一周森林进化论的游戏呢 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农场 什么玩意儿来的 叫什么来的 什么农场来的 开心农场 不是 农场劳作 不是 什么农场 忘了 决战农场 不好意思啊 从来啊 那段掐了啊 上一期的森林进化论 是 农战农场第一期啊 农战农场第一期 这个游戏拿到手以后 就我上手的时候 觉得规则比较简单易懂 啊 克制关系比较明确 那无非呢 所有的人的关注点 都在于得几分的问题 啊 他分别是三种同样小动物 获得两分 两种一样的小动物 获得三分 一种单独的小动物 获得一分 就叫做ABB 然后ABC 组合 然后还有这个D D就是这个狐狸 呃 D加任意两个小动物 是D得五分 两个D加一个任意小动物 是小动物得五分 啊 然后这个三个D 直接谁都不得分 啊 就三个狐狸谁都不得分 规则其实就这就是得几分的问题 呃 这个产出值大家可以看到了 产出值分别是五六七 五六七三种分数啊 五六七三种分数 所以当然拿七分的话呢 是平均分到三个人头上的 拿六分也是 而五分是一个人头上的 所以产出五分啊 这一点上我跟别别的人想法当时是不一样的 我想的是产出五分是最赚的 就是我拿的五分是最赚的 我不太想产出六分和七分 呃 因为产出六分和七分 嗯 就是 我个人的拉满是比较低的 就是分值拉的比较低的 所以当时我在想 怎么能产出五分呢 那就要 想办法找一找这个 呃 信息差 加上心理的一些博弈 但是我想了一个问题 啊 就是如果你出狐狸 你其实是挺难受的 其实应该玩的时候啊 告诉别人我会出狐狸 但是如果告诉别人我会出狐狸 人扭头就出去了 你知道吗 人扭头就出去了 哎 所以我开始想的是跟那个 之前的领地之争一样 能不能告诉别人我出狐狸 我先站个狐狸坑 那我站 我出狐狸 你总不能跟我出狐狸 一起奔着这个零分去 对不对 因为我出狐狸了 你再出一个狐狸 就百分之百咱俩获得零分了 啊 我当时是想 我能不能说我是狐狸 先站住这个地方 对 就是我投铁 然后我就问了一下裁判 我说进屋以后 还能不能出屋 裁判说 可以 就是说 我进去以后很嚣张的时候 我要出狐狸 别人扭头就可以走 对不对 如果进去就必须得出卡 我这招就好用了 就是研究了一下 结果规则不允许 玩这么横的 啊 就是想法想的是 进门就就跟大家探盘 我出狐狸 怎么着吧 你可以 你可以出小动物 你也可以跟我一起出狐狸 大家同归一进 让另外一个人得分 对不对 就想很嚣张的玩一下 啊 结果 那个问了一下裁判 裁判说不行啊 这么着不行 你能见可以选择出去 然后 有一个规则呢 就是当卡牌放上去以后 就不可以换了 啊 这个规则 呃 是可以利用的 啊 这个我也会 想办法去利用这个规则 如果 到时候你们可以关注我的 这个其他 下一期啊 或者其他时间的表现的话 你们是可以看到的 我会利用这个规则来为我去争取 争取权益吧 好吧 呃 这是我开始想到的两点 然后第二呢 就是聊天 聊天呗 那你就要纯聊了 总共就四种牌 对吧 呃 就纯聊 那第一回合呢 首先真心设正常营业啊 这真心设正常营业啊 首先先招揽一下社员嘛 看看我们的社员们在不在嘛 对吧 就金拉有金拽 他金灯有金拽 你得注意啊 第一回合 我记得我当时是和 呃 凯开和泽林 因得了两分吧 这里我说一下啊 因得两分呢 在我眼里嘛 是 不是赚的 但是啊 我其实是 想先走一轮 首先呢 是把手牌捡一轮 就是 看一看场上的局势 但是我没想到的是呢 我 泽林 还有史凯 一堆猴子 第一轮的这个操作 其实导致我们剩下的全是猴 对吧 全是猴子 啊 先拿个两分 因为我预计啊 拿九分 是可以获得 三四名左右 拿十一分 到十二分 是可以夺冠的 啊 这一点呢 不是吹啊 这个 大部分玩家稍微仔细想一想 这个都能知道 啊 事实确实也是十一二分就能夺冠 这个 九分左右得三四 这个是 开始就想到的 所以我就想 我我默认我后面会得一个五分的情况下 我先拿一个两分 这就七分了 那 我剩下两张卡只要一张得分了 我就保底有八分 对吧 剩下两张卡 万一爆击了 拿个三或者五 我不就希望 进前二了吗 所以我在想 我起手就忽悠人家 我去想得这个三分呢 当然是可以的 但是呢 有点风险 我得个两分 先保个底 同时稍微消耗一个这个同样的卡牌 这样的话 让场上的局势呢 摸不太 就是不会被摸得太透 且你保留着 我的想法是 狐狸牌一定要 这个 在中期的时候 发力用出去 因为后期你只剩狐狸的时候 你不好行动了 但是当你剩三张牌的时候 或两张牌的时候 出狐狸 还是可以行动的 因为你有狐狸牌 也有别的牌的时候 别人才会跟你进场 如果你只剩一种牌的时候 只有想吃你的那个 无论你是狐狸被吃 还是小动物被吃 别人都才会邀请你进场 或者跟你进场 对吧 这是我当时的思路 所以第一轮 我们就正常 真心社 本身我们金字招牌 就十几年老社长了 对不对 不能倒在我这一届 所以我真心社肯定照常营严 第一轮 就是不赚 正常的拿个低宝 拿个低宝 然后马上有人看见我们真心社 好真心 然后我到了隔壁屋 我给隔壁屋的几位小伙伴 宣扬的时候 我就规则就变了 我就添加点花花肠子在里头了 我说我们进去就是忙抽的 这刚好抽到了22 那也是很遗憾的 没有拿到三分 我到隔壁的时候 真心社就稍微改变了一点 反正我们都已经出来了 对不对 我们都已经出来了 反正先让他们进去消耗一轮 万一他们里面有人出狐狸 不也是给场上制造点混乱和麻烦吗 我看了这个讲解以后 看了这个视频以后 这个节目以后 我得知这个火老师上来给这么肥的一个 这个得分点 火老师他们居然愿意得三分 然后让别人得五分 怎么不找我这种好事 然后关键是 那俩被找的人还还防着火树 让你得五分呢 天呐 我巴不得先得个五分 得个五分不就先先暴击了吗 就我很后悔啊 火树没有瞧得起我 为什么火树和皇子不找我呢 哎呀好气 那俩还小心提防 要是我啊 我的天呐 我直接就是一个得得五分 对不对 两张卡得六分呀 两张卡得六分 两张卡得六分 而且是稳得六分 不香吗 所有们 你想两张卡得六分 其实还挺难的 你需要运气是一方面 还需要很好的操作 第一回合这样我免费先得五分 叫我我必进 我第二轮直接就不进 我扭头就走了呀 所有们 对不对 就等于我一张卡得五分 扭头就走 根本就不理他俩 怎么着吧 反正得分了 你记不记呀 而且我没有狐狸了 谁都愿意跟我 跟我一块小动物进去 是不是 他要是叫我 我直接就是一个得完五分 反手就跟他说 我考虑一下 我真心社的社员正在找我 我再思索一下 对不对 是很急 很急 甭管是什么牌 反正给你六分 你不赚吗 一张牌得三分 已经是平均线上了 学友们 一张牌得两分是正常的 你想啊 一张牌去跟别人二二 别人才是平等进去 对不对 一张牌就是两分是正常的 三分就是学赚 且没风险 对不对 第一次玩这个游戏 大家都愿意把卡亮出来 说给你看一眼 我们再见 对不对 他不找我 我这很是遗憾 我只能说 第一回合给我急的 我看完这个节目 当时找我 我直接就好 我不可能考虑 我说千万别再跟别人聊了 火老师 我欣赏你 你的想法很对 我就近 所以不找我 这也正常 我只是希望下次有这种好事 能不能叫我 能叫我 好 那个言归正传 回来说 第一轮 大概就做了这些 也不是这个 好像不分轮次 就一直聊 这个游戏怎么不分轮次 就一直要聊 一直要聊 就很辛苦 你像我这种不善于言言语 不善于这个交谈的玩家 在场上就很吃亏 因为一直要说话 我还要思考 我还要保持着 听着别人干什么 很急 很急 然后第二轮 我跟谁进的 我想想 第二轮的我 和我看半天没人进 因为那会儿已经很久没人进了 大概又有三四分钟 四五分钟没人进 哎呀 我说进去打破一下僵局吧 就大家三张牌嘛 早晚得出 就出吧 我进去以后 我就想 想嘛 反正 呃 还是那句话嘛 我 一直暗示别人 我说这轮肯定有人出狐狸了 只不过就一张还是两张的问题 对不对 还是那句话 我想告诉别人 我要出狐狸了 就看别人就信不信我了 对吧 但我不能明说我只出狐狸啊 我记得我原话大概说的是啊 我要出狐狸 这轮肯定有人出狐狸了啊 但就是一张还是两张的问题 哎 其实这就是在暗示了 呃 但是有没有人投铁 我就不知道了 对吧 那作为我来说 我肯定铁上狐狸啊 啊 爱咋地咋地吧 反正这个搏一搏单车变摩托啊 呃 对 然后好像是跟初灵和恩琪进去的啊 结果也遇到一个投铁的啊 恩琪好像头也很铁 他也出了狐狸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呃 出小动物的呃 初灵得到了五分啊 这一轮呢 其实我自己用用言语去 啊 不是恩琪吗 不是吗 是义木吗 哦 那是义木和初灵是吧 啊 义木和初灵啊 对 反正就是我们三个人进去了 义木投很铁啊 也出的那个呃 呃 这个这个狐狸 对 然后那个 初灵就得了五分 那这个地方呢 呃 有一点点的这个言语的这个 这个交流 但是这一轮确实是运气 成分也会占的大一点 为什么 呃 因为大家都是三张牌 组合嘛 就无非就是 ABB和这个呃 ABA嘛 对不对 呃 因为这一轮再出三个小动物 不太现实 三个小动物真的不太现实 所以我就赌 他们两处小动物抓鸡啊 就这么简单 那义木大概类跟我的内心想法是一样的 然后初灵呢 就是我当抓鸡的那个就可以了 啊 大概是这么一个思路 这轮不需要太多的解释啊 这个大家都看明白了 有一点点运气成分 我弟的话呢 想成功 但没成功 但没关系 下一轮成功了呀 对吧 呃 紧接着就就就就出去了 这时候 我在两张牌只得到两分的情况下 其实是劣势的 那劣势的情况下就要思索 怎么能稳定得一个五分 先拿到七分再说 对不对 怎么能拿到七分呢 我就在场上寻找目标啊 首先第一 这个目标得对我有一点信任 啊 第二呢 我刚才这个话术没成功 我要在话术上进行一些改进 对吧 进行一些改进 争取让下一波的这个小伙伴能够信我 对吧 但因为下一波我是要出小动物的了 所以我可能会反着来说一点 就是希望别人鼓励别人出这个狐狸嘛 呃 所以第三轮呢 我自己的这个劳作呢 我选择了呃 第一轮相信了真心社的呃 我跟我一起去真心社的泽林 和跟那个呃 就真心社新社员的呃小齐 对吧 好像是泽林和小齐 我们三个人进去的 这个时候呢 因为我 我的 我的已知信息跟他们不一样 他俩都是有狐狸的 而我是没有狐狸的 所以呢 这种情况进去的时候 我就不需要做任何的选择了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我的就对方要防我出狐狸 而我不需要防 自己 就是我不需要思考我出什么 对吗 学友们 所以就是进去的时候 就已经不平等了 就对方需要多想一层逻辑 就是增加了思考 增加了错误率 而我呢 不需要选择 我只需要误导对方 对吧 学友们 呃 你说他实际上占了多大优势吗 我觉得占个10% 15%吧 是吧 因为人家如果就是出小动物 三个人都是小动物 你也没招 对吧 这个东西就是我占个10% 到15%的小优势 但是生活中你遇到就是占便宜的事情 再不不违反这个社会 这个社会这个法则 或者是这个游戏规则的情况下 啊 有便宜不占 这不是小笨蛋吗 对吧 我肯定是要进去了 进去了以后 大概就暗示了一下 那这个就如从我在那个节目采访 后采的时候说的啊 就是我的地话 就是希望对方出 呃 这个 呃 这个这个 公序良俗 对对 刚那个词公序 辞穷了啊 那个 我的希望就是对方出狐狸 吗 所以稍微暗示了一下 呃 也比较有效 就是成功了 呃 成功在一点就是 呃 信息差吧 啊 每个人他增加了一层思考量 啊 他就会做的事情会多一点 呃 举个例子 我说的那个话啊 就是有正向和逆向思维 通常情况下 第一次玩这个游戏 大家还是偏正向思维 多一点 正向思维就是我说了一些话以后 原话你们可以在游戏中听一下啊 我就不重复了 因为我可能也提不住原话了 我大概的意思就是 呃 呃 你们 你们要出狐狸啊 你出一个两个都可以啊 我肯定是不出狐狸了呀 是不是 也可以让别人感觉第一层逻辑是 啊 少帮主 让我们出狐狸 他不出狐狸 他想抓我俩 对不对 那我就可以抓他 有没有这种可能 对吧 第二层逻辑就是 少帮主 暗示我俩 出狐狸 然后让我俩抓少帮主 这时候少帮主出狐狸 但是第二层逻辑太累了 第一层逻辑更容易相信一点嘛 对吧 所以 这就是正向逻辑和反向逻辑 啊 我自己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只是我成功了 我运气还是 心态占了15% 呃 这个运气占了30% 这组成了45 还有这个本身进去是信息差占了15% 就是60% 然后再加上 那真心社 加了5%到10% 我就有70%的这个成功率了嘛 啊 最终运气好 成功了 这个游戏啊 一定有运气成分 你看完你就知道 你说这个游戏纯技术 你你这就纯扯扯毒子 对不对 不可能这游戏是纯技术 心理暗示是一方面 运气加成也是一方面 就是运气好而已 你说我打的有多好吗 没有那么好 这这个轮次就是 呃 70%的概率 我正好是大概率的那方 所以我赢了嘛 啊 拿到了5分 我心里踏实多了 踏实多了以后 呃 胜一张牌了 是不是 对 我就胜一张牌了 那最后一张牌 我 等了很久啊 因为场上局势比较胶着 外面两只狐狸很明确 甚至还有谁是兔子 谁是猴子 呃 其实也很明确 你像 大家有一个镜头 就是 呃 叫 初龄和恩琪 两个人都有狐狸 对不对 初龄和恩琪 两个人都有狐狸 场上就他俩有狐狸 好像 他俩给那装 我一过去 我说你俩都有狐狸 你俩不能一起进啊 你俩在干嘛呢 俩人说 啊 啊 啊 是吧 我说你俩跟这聊什么呢 这就跟前一期文涛问 你们都不是一对的 你们跟这聊什么呢 啊 我赶紧过去点破他俩 我说你俩都有狐狸 常上就你俩有狐狸了 你俩还跟这装什么呢 你俩肯定是跟没有狐狸的一块进 你俩不可能一块进 啊 我点破了 你知道吗 其实这跟那个文涛 你俩都不是一对的 你们仨都不是一对 你跟这聊什么呢 其实有点像 你知道吗 我说别骗了 王初龄 你这样 你骗不着我啊 这刚刚大哥的 后来我想了一想 其实应该跟王初龄合作一下 是吧 啊 让王初龄帮一下 这个 我帮一下王初龄 然后王初龄最后再帮一下我 也是个不错的办法 但想了一下 只剩两条狐狸了 尝尝 小动物削得很快 狐狸也浪费了好多 只剩两条狐狸的情况下不好操作 呃 所以 这这这点乐趣还挺多的 王初龄还骗自己手里有一个松鼠 然后 小齐给我看过他有一张松鼠 你知道吗 王初龄跟我说 我是其中一张 我都惊了 啊 我都惊了 我说什么 齐思君自己画了一张松鼠给我看吗 我都惊了 我说你没必要 没必要还骗我小少将啊 不过王初龄玩的不错啊 这一点上确实玩的不错 呃 我相信他在场上骗了别人 我是因为看了齐思君 对吧 哦 我是因为看了齐思君 这个 的手牌 他给我看了 要不然他我也可能被他骗了 我开始也信了 对吧 后来我一听 嗯 你是松鼠 对 王初龄可能会骗到别人 因为别人没有齐思君这个信息嘛 啊 还好 王初龄的骗数 我都都完美避开了 运气比较好 但是 这局游戏 有一个 有一个场外啊 这个场外呢 不影响游戏胜负 就是 我们开始理解的规则 理解错了 其实全场的嘉宾都理解错了 嗯 为什么会有一个石凯把猴子扔了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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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术呢 啊 我那张牌我扔了 其实场上 最后我们认为只要你不进房间 这卡就可以烂了 就是不用 而知道两个小动物和一个狐狸就不进房间了 呃 我们开始都是按这么玩的 我们所以所有人上来都想出狐狸 懂吧 学友们 你发现其实火树上来想出狐狸是因为被规则误导了 跟大家也说一下 这个是场上每一个玩家 都不知道的 所以大家开始会认为狐狸不太好 因为最后狐狸就没人跟他近了 啊 对最后呃 在桌上聊了将近一个小时45分钟时间没人进场 才 临时啊增加了这样一个规则 呃 这也没有办法 因为节目还是要进行到底 这个规则是临时改的 但是对每一个玩家来说呢 也都是公平的 这个没有办法 因为结束不了 场上剩六张牌结束不了 哎 场上剩六张牌聊了45分钟 就是没人进 你你能明白这个道理吗 学友们 啊 好像是剩六张牌 反正那意思吧 真的你不能节目不录了 而且 学友们 你们想象一下 这规则其实也合理 对吧 如果到最后赖着十几张牌 大家都不用 可能节目也不好看 就是节目组现场也讨论了一下 也征求了一下嘉宾的意见 是大家都同意的情况下 规则这块啊 改改掉的这个 这不是说说节目组一拍脑就想的 因为大家聊了45分钟都进不去 那游戏必须得进行下去吗 对吧 这样 作为一个游戏设计者来说 他可能也没想到这几个人这么狗 就是不进 这场上就这九位玩家 我说的狗是那个宝义的狗啊 就是 你僵持住了 好 就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然后那个都想都想得高分啊 那最后肯定不是高分的牌 他不进啊 然后那个 接着说嘛 接着说最后我这一轮 为什么我要进去跟他们 大乐透抽奖 开始的时候 我讲一下节目组 没剪出来的事情啊 就开始的时候 王初龄提议就是 我有两张牌嘛 一张狐狸一张小动物 我可以让你们选择抽这两张牌的其中一个 对吧 嗯 就是 王初龄说 我不自己选 你抽一张 这样大家进去 总归算赌一把 我进去以后 我改了一下 我说 与其抽你原本的 不如我们来点刺激的 五个人 五张牌 我们放一起 你们 你们俩先抽 我要剩下那个 这样的话呢 我自己增加了一点胜率 这个 实则上我 我没有吃亏啊 因为我有可能拿到狐狸了 我原本只能出小动物 对吧 树友们 哎 我是想找机会 拿到这张狐狸牌 就是我增加了我自己的 中奖率 对不对 但其实也只是增加中奖率而已 但第二我提出来的 也是在王初龄想抽卡的情况下 我增加了一个选项 王初龄也没有觉得 有太大的问题 不是说白嫖五分吧 就是反正都是机会嘛 没准就像最后结果抽的那样 只是我的概率增大了 就是在短时间内 如果你没有识破我小帮主 那我不就占点便宜吗 这个东西确实有运气成分啊 你们也看到了 恩奇抽到两张卡是完美的 这个东西你拦不住啊 就是首先人家自己本身胜的卡 也就是这两张我记得 对吧 他抽的也好 他原本胜的也好 就是我想在这个概率上 占了恩奇和这个初龄一点点便宜 但是我最后没占到 然后恩奇凭本事又抽回去了 所以你这就是该是他的就还是他的 只不过是在这个抽卡的时候 我占了点小便宜 我增加了一个我抽到小动物的概率 如果我抽到那张兔子 把兔子打掉 无论这个兔子怎么样 最后场上胜的全是猴子 其实和一个松鼠 也挺好玩的 因为猴子跟松鼠 那松鼠只能得一分了 对不对 所以啊 就是改变 就是战局的刺激的点 可能就这 结果 我是三人中最惨的 那俩都夺惯了 你感谢 这就是命吗 水友们 这就是在这玩概率的脏心眼 小主播的命吗 就是我一顿操作 给人俩送成冠军了 还并列 你说 你说我这一顿操作 一顿算 跟这算 但是这是正一位的收益 如果是你们 你们是不是也得上 对吧 而且我提出这事 他俩都同意了 但是我觉得 作为节目观看角度来说 我这个环节 还是这一期当中 挺亮眼的一个点 对不对 还挺亮眼 是不是 因为这一下 大家都揪心了 这谁抽到 而且没有公布 谁抽到什么卡 三个人都是最后 这个公布总结果的时候 全所有的观众 所有的嘉宾 都是最后 公布总排名的时候 才能知道 那五分是谁得了 多刺激啊 我觉得这一下 我还是锦上添花了 给这期节目 夸自己一下 夸自己一下 我很少夸自己的 这一次我真觉得 把这期节目的 像一个小的高潮点 拉出来了 我当时跟个合观似的 发牌 您好 您先选 您再选 好嘞 剩下是我的 我先放上去 也没看 你知道吗 我自己也没看 也不知道我得几分 对 反正过程还挺刺激的 这期节目的复盘 比前面要短一点 你们也知道为什么 因为交流是挺长的 他节目剪出来 也就一个小时吧 像森林之战 剪出来两个小时 这个动物劳作 剪出来就一个小时 相对短一点 但是本来嘛 游戏 游戏就有难 有简单 但是 你稍微 再期待一下 下一期呢 会更好看一点 我觉得会让你满意的 下一期 称之为巅峰对决吧 好吧 巅峰对决 希望你们能期待一下 下一期 然后我下一期的时候 我也会好好跟你们 分享一下 这个 下一期参与的过程 好吧 下一期确实很巅峰的对决 下一期是 怎么也得 也得那什么嘛 所以 其实有时候 你看完这周的 因为这周的节目 是第一天 录制节目 就录完的嘛 你们看衣服 能看出来 你看完这 这一期的节目 你就明白 为什么在那个 猫鼠大战的时候 三四五 拧成一股神 成为战队了 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就自己误吧 好吧 你看完这一期的 森林之战 就今天播出的森林之战 你再想一想 为什么三四五 当时成为一个小队了 你就 你就能懂了 因为是先录的 这两期森林之战 你看这两期森林之战之后 你就明白 为什么三四五 在猫鼠行动时 互相彼此 都那么认可了 你等 没看的时候 去看一看 看完你就懂了 因为第一天 录制的是 这两期森林之战 就是现在 今天最新的这一期 和这一期节目的第一期 好 那个 关于这个 小动物劳作的 这个 真心农场 这个游戏 大家有什么问题 现在可以在弹幕中问我 有些规则上的 或者你有一些想法 一些理解 也都可以在弹幕中说 我可以回答的 我就回答你 但不会剧透后面的节目的内容 我只是说 下一期会比这期更好看一点 你别错过就可以了 好吧 但是我的表现 不一定是特别好的 这就是说 就比如说 这个新波的森林之战 可能最亮的亮点 肯定不是少帮主 就是说 有很多很多的精彩的点 环环扣起来的 我只是尽可能发挥我的能力 但是 好看的 后面的每一期都很好看 凯凯雪碎是哪一场 你就慢慢看 对了 这一期小动物凯凯 还骗了火老师 怎么说 石凯能不能欺负欺负火老师 这就是火老师 你就欺负我们老师孩子 你觉得我们凯凯不会骗你 石凯 他都不验石凯的牌 就跟石凯进去了 你说 他就欺负我们凯凯老师 我们凯凯是真心设怎么了 我们凯 就突然有一天 凯凯他便聊 我们凯凯他 他便聊 哪个火老师 突然有一天 凯凯他便聊 这一期火老师被凯凯骗骗 当时火老师在现场 脸都肿了 我说哎呦 火老师 哎呀 挺肿的呀 脸都肿了 火老师挺遗憾的 本来想得个两分 火老师就有九分了 是不是 九分就像我说的 三四名稳了 对吧 所有们 九分好像是可以得三四名吧 好像是 他们是想得222 还是想得331来的 我忘了 八分 八分的话就大概是四五名 可能拿不到第三名 但也不错了 所以这一期看上去简单 其实耳于我诈的东西还挺多的 我从来没有说过 我全琴 对吧 所有们 我从来没有说过我全琴 我一直说的是 没有全琴的玩家 对不对 我说可能有一位 我从来就是说 我没有说过我全琴 我至少有两期不在 因为我都搬着板地去现场 看人家路了 你 我怎么全琴 我从来没有说过我全琴 我都搬着板地 跟着那个 那个在导播室 我都看人家下一期的节目 下一期的猫鼠大战 我坐那看的 每个人录的场次不一样 首先 是一个新的节目 然后又有很多想尝试进来的嘉宾 各个领域的大神 对吧 还有各个领域的这个 优秀的小伙伴吧 所以这个 没有办法全琴 一场的玩家只有9到10个人 对吧 你没有办法全琴 周四我不能一起复盘 因为他们是在微博上面直播 我给你们也预告一下 火老师好像在微博上会直播 这个 就是我之前说的这个官方的这个节目 这个他们在微博上直播 我是火牙平台的独家直播主播 所以我不能去微博上面 对 这没有办法 这个不是一个平台 我自己复盘我自己的 对吧 就是我还在我直播间自己复盘我自己的 自己看吧 学友们 这全部全琴的大家七数差不多不太重要 这个你们也看到了 大部分玩家录的七数是差不多的 一般就是录的比较多的 就是少个两三七这样吧 因为人很多 15个人 一场上9个 你轮的话 你也不可能是 就11期吧 预告11期都在了 对吧 所以一般都是少上个两三七这样 森林之战的话 是一个变数最多的游戏 森林之战应该是变数最多的游戏 我对森林之战的理解确实还行 所以你们也看到森林之战的成绩比相对比较稳定一点 新的游戏呢 我的第一局你们也看到了 新的游戏的第一局 我分别是第四名 第四名 第五名和第四名 对吧 第四名 第五名和第四名 这是已经播出的三个新游戏 我的得分是第四名 第五名和第四名 是吧 没记错吧 森林之战的话 相对来说 可能比较适合我一点 因为他的交易量比较大 而且一轮下来 你总归能占点便宜 你以我的这小烧将 我读那几本书啊 是不是 把我那表情包找一找 情商 格局 话术 放下 差不多得了 好家伙呀 把那表情包找出来 对不对 我平时读的书多呀 好 继续问那个关于游戏的问题 好吧 继续问关于游戏的问题 感谢大家的订阅啊 用个 因为猫鼠游戏 不是猫鼠游戏 那个农场 劳作的这个游戏 其实比较简单 所以我复盘相对短一点啊 这个 也没什么太多可以复的 大概能看的都看在那 我就说了一点 节目里没有播出的一些想法 和我当时的一些思路 然后 其实每个人就四轮 四轮进场嘛 比这个森林之战 还有前面的什么领地之争 都要轮数要少 每人就进去四个 把四张牌打没 第一次玩的时候 大家对于卡牌交换 使用的是比较少 就比如说我用一张小动物卡 换的你一张狐狸卡等等的 这种卡牌交换是比较少的 规则上是允许的 那第一次 大家也不是敢特别换 因为没摸清楚到底哪个好使 对吧 还有包括现场临时定的规则 是所有的卡牌必须打完 这个也是 没有办法 因为四十 聊了四十分钟不进场 那你总归要游戏要结束 不能嘉宾录不完嘛 所以 就那什么了 下一次就精彩多了 你们就看就好了 没有办法 这个临场 二三十分钟给你规则 你能 你能够稳妥的 玩完一局游戏 是优先第一位的 我自己是这样的玩家 我在拿到一个新游戏的时候 我还是想 稳健策略 而不是上来就很刚 因为上来很刚 很容易拿到最后几名 我自己呢 已知我的森林之战 这个第一天的成绩还不错 所以我一定要先把名次巩固上去 我才能在最终的总排名上面靠钱嘛 所以我不会上来就冒进的 但是第二场的时候会有加一些花哨的东西进去 搏一搏嘛 但是也不一定能成 毕竟 有的游戏 它是需要一点点运气的 运气 女神站不站在你这 那就不清楚了 夸不夸的都行吧 这个尽自己所能 其实我自己也有发挥的不太好的点 你像这期 就是 没把这个欢快 在这个开心农场里 给大家分享的更多吧 感觉应该能再快乐一点 还是打的保守了一点 打的保守了一点 但录第二场的时候 你看看看我的玩法能不能让你们觉得挺刺激的 我不知道能剪出来怎么样 我那玩法要是导播给给给点面子剪一剪 应该还挺刺激的 但是如果剪的不好 或者说是没有没有刻意的去把那个玩法稍微的放开 视角一点 可能就效果没那么好 我想了一个玩法 想了一个玩法 如果剪的好就会超刺激 我期待着他的剪辑 我挺相信他们的剪辑 是的 为什么呢 因为 今天这一期 今天这一期 我就觉得我自己看下来 我现在没看完 我只看了一个小时25分钟 我就上来直播了 我看了一个小时25分钟 我都不想直播了 我就想接着看 就比我在场上玩可好玩多了 那剪出来一个环节 刻一个环节 每个人在这聊完了 全是小心思 谁是大尾巴狼 谁是狡猾的小狐狸 谁是老狐狸 这一配上表情 这可太有意思了 我都想看完它 结果就开播了 你看这是闹的 我下播以后肯定看 我下播以后肯定看 剪的确实还不错 所以我相信后面的节目 也会剪的很好 而且前几期哪里剪的不好 弹幕一说完了 人家肯定就知道了 对吧 有些节目就是第一期 没有后面剪的好 为什么呢 因为弹幕喜欢什么 观众喜欢什么 是要通过一些反馈获得的 谁也不能钻进 每个观众的脑子里面去想 人家怎么想 等这期节目复盘的时候 我再跟大家聊一聊这期 好吧 我的视角 我的视角 有人还觉得森林之弹不好看吗 森林之弹真的夸张 森林之弹一期比一期过瘾 我跟你说 后面的其他游戏也是一期比一期过瘾 可惜有的游戏只玩了两把 森林之弹真的一期比一期过瘾 而且总是能有千奇百怪的招式 你知道吧 还有森林之弹吗 有啊 有森林之弹 现在真的是把 你看看他们出价的卡牌 每个卡牌出的价 都是拉满的 就是不到这个卡牌的这个预值啊 你是甭想拿到你知道吗 不到这个卡牌预值你是别想 都得给你顶到预值 好吧 拉满 但这样才刺激 你想拿到一个高收益的牌 你不可能就是便宜拿到了 都得拉满 预值拉满 森林最多 是的 森林最多啊 别剧透啊 学友们 咱们直播间里先不要讨论 今天游戏的实际 今天直播出的实际内容 好不好 我不是说不让你们在这畅所欲言 咱们是 大家都是喜欢这个节目的观众 才会来到我的直播间 或者支持我的观众 才会来到我的直播间 对吧 那咱们得给人家刚下班的 没有工夫在白天看的小伙伴 留一点这个空间嘛 就将你有时候 你想看这个电影了 那结果在电影看之前 你买好票了 然后你被一个短视频 啪就把结局凶手 柯南剧场版凶手给你抱出来 你说你是不是还挺难受的 对吧 咱们就让大家都有一个好的观感吧 对吧 就是第一时间去探索的观感 这个彼此都有这种时候 谁也不能 所有的电视电影 电视剧大结局出来了 你都能第一时间看 都不想被剧透 有一个过程 周几复拍 我周末嘛 周末五六日挑一天吧 哪天不连机的时候 我手游最近应该也没那么累了 应该没那么累了吧 那挑一天 你可以问我森林之战的技能什么的 这个可以问 拍那个 你是说那个 曾经扑易兴拍的 那个基因突变 那个开会员店的那个技能 合不合算是吧 我觉得还是合算的 五六点还是随便可以拿的 五六点一定亏不了 我觉得还是合算的 而且说实话 我收了会员费 反手就是一个不认 给你退费 本店不营业了 我们 闭店了 然后 按照相关规定 给你退费 你这是欲充值啊 对不对 我少帮主拿了 就是这么玩啊 我想要的卡 你要跟我抢 没事 我就跟你抢 抢完了以后 本店倒闭了 少将皮革厂 少将皮革厂 倒闭了 倒闭了 直接就是一整个退费 大不了补他一滴血嘛 对不对 而且我觉得这种 我只要肯退费 你也说不出咱们什么 是不是 对啊 我能屈能伸啊 对不对 我能那个给你服务 我也能当老板 甩手掌柜啊 对呀 那闭店了嘛 那没有办法 本店 退费 不经营了 倒闭了 这是经营不善 你不能允许我不经营到 开荒地老嘛 对不对 好吧 问技能是可以问的 我可以回答你每个技能的 这个我的理解 这都是可以的 被刺 那肯定被刺 你别让我逮走叶迅敏 火树 你给我个机会 我白刀子进 红刀子出 我就是给 给这个叶迅敏一刀啊 好吧 我这一天天呢 我就找机会呢 老是没机会 我天哪 闪避这张牌的理解啊 详见本期节目 我觉得我讲的很清楚了啊 闪避这张牌的正确玩 就是拉满的玩法吧 啊 我觉得在我的理解中 这是最最好的了 详见本期节目可以去看一下啊 这个我就不在直播间再重复解释了啊 跟我在节目里这个表达的理解是一样的 有些卡牌确实是很容易帮你获得很好的名次的 但是呢 所有的可以帮你获得好名次的卡牌 都走都在路上夭折过好像 是吧 我记得嗜血夭折过 狼王号召夭折过 对吧 三头犬好像 暂时没夭折过 但是也有肯定也有夭折的 呃 我也不记得要没夭折过了 其实啊 寄生也夭折过 他们都取得个好名次 但是也都夭折过 所以 嗯 几箱这种牌 啊 剧毒也也夭折过 剧毒也有表现好一点的时候吗 对吧 就是所有的厉害的牌 都都可能夭折 就是三头犬 和狼王号召 其实挺怕森林权杖的 还有黄子的嘴 好吧 我只能说黄子的嘴约等于森林权杖 这点有点气人啊 我录节目时候没觉得怎么这样的嘴 啊 什么啊 这都是 怎么这样啊 黄子的嘴 小森林权杖 黄子又称小权杖 是不是 小森林权杖 真的夸张 我看 这 这他省了个技能 是不是 省了个技能 这个挺 挺欠的 哎 有时候一些技能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 呃 无巧不成书 这个游戏十几个人 每个人的行为 行动 顺序都不一样 所以 真的 你很难 你防得了天 防得了地 你你有时候防不了 防不了别人 真的 防不了别人 所有的技能都会重复出现的啊 所有技能都会重复出现的 这点你们不用担心啊 好的技能 或者你觉得一般的技能都会出现 而且这个游戏一共11起 会产生不止11个冠军 因为有并列冠军 对不对 它会产生不止11个冠军啊 你们急啥呀 是不是 朋友们 一点都不急 这拿冠军的人可太多了 我的天哪 它会产生12 13 有可能更多 因为它有并列冠军 所以 15个嘉宾的轮 大概 只要你来的七数够多 不是说说大家是靠七数来混的 我的意思是 你的机会就更多嘛 你别 别曲解我 千万别曲解我 少帮主自家兄弟 我也有机会上脚搜吗 组织一波 组织一波快 所有的直播间小伙伴 我发钱 我打钱 我打钱 终于有一次机会了 我只有400了 不好意思 我掏400 150个人 好吧 我打钱 我掏400块 所有的人 帮我也冲一冲 冲一冲 打钱了 打钱了 我家伙 我也是火树 我就干这事 帮帮忙 400 我掏400 我也不会怎么冲啊 你们看着来吧 我也不知道怎么弄 冲一冲 咱混的热搜 第15也行啊 第10也行啊 凑凑热闹 凑凑热闹 我也能上热搜吗 少帮主自家兄弟话题 是吧 可以可以可以 在上升 在上升榜里 找到这个 带一个带 带一带带的 然后叫上自家姐妹 一块带一带啊 咱也冲一波 文娱第39 争取上到第20以内 好吧 所有的抄粉 每天免费参与抄奖 唉 花钱了 姐妹们就靠你们了 哥们姐妹们 就靠你们了 微博话题搞一搞 万一咱也上个热搜呢 这机会不多呀 学友们 机会不多 我们这个 这个粉丝团的小伙伴 还是凝聚力很强的 你知道吧 学友们 就是这帮这个 叫什么 3080的这个粉丝也好 看我们节目的粉丝也好 看我们直播的粉丝也好 这个 至少我少帮主啊 没有跟人家粉丝 粉丝跟粉丝打起来过的 别人我也管不了 我也拉不住 有时候他们都好头发 你知道吗 愣瞪愣踹 我说好家伙都自家姐妹 啪就给我一嘴吧 有时候踩着我在那打 你知道吗 我也是真管不了 水友们 就咱这儿的姐妹还好 没跟人撕过 没跟人扯过 还行还行 我当时真是想拦 有时候真拦不住 好家伙 我这么短头发 都被薅掉好几撮 我跟你说 都跟我平时在家 薅酱毛似的 薅酱毛一顿 就一撮下来 特别好掉 特别好掉 一看 这样子就早晚得秃 让我给薅脱了 我特别喜欢薅酱的毛 29了吗 可以可以 从30几上升到20几了 很强 很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咱们能进20就行 咱也不冲到前几名 咱也不配 能进20就很开心了 到时候我截个图 你截个图 咱留个纪念 估计不干什么大事 也不太可能上进前十了 对吧 得干点什么大买卖 找个机会 我盯着点喷喷 盯着点涛涛 盯着点黄紫 找机会 给他来把大的 好吧 选择战士 使用技能 群体嘲讽 把这哥仨一块 炒一波 没准就上热搜第一了 对吧 什么时候找个机会 炒一波 比如说 你就说 贵心有没有粉丝啊 一天天的 几个粉丝啊 就想上热搜 你说这话的话 没准就 就能上热搜 对吧 你们说就说 我怎么烦会唱歌嘛 怎么没见你开个演唱会呀 天天天天天天天号称什么 这个 什么 他叫 伯克利的是吧 伯克利怎么 我从来没见你在我们录节目的时候 展示过残疑呢 就直接吵 然后就有可能被冲嘛 冲就有可能上热搜 但是要找一个机遇 你不能 没事你就吵人家 找一个机遇 就比如说他爆红 爆火一波的时候 你这时候你站出来 你唱反跳 然后这时 底下就会有人帮我评论说 这是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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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少将勇敢飞 有事自己飞 我也好几年没上微博了 问题来了 什么叫少帮主自家兄弟 是什么意思 这是个 这是个好热搜 还是个坏热搜 我问一下 怎么就来了个少帮主自家兄弟 什么意思 我没懂 这是个好热搜 还是 我自己说的吗 我还没看到的吧 一个 我看到一小时25分钟 还没看到的 等我下播看一看 是好热搜是吧 那等等吧 我还没看到那的 我也有些细节 我也忘了 我只记得一些精彩的部分 别剧透 别剧透 对 我也没看到的 我自己都忘了 因为有的一两句话可能记不住了 大方向是记得的 有的一两句话是记不住的 看看再说 也不知道是好是坏 下次对火树天脸开大 我想好了 兄弟们 我有一期节目播完 我直接 直接起脸 好吧 我直接起脸 就是一波飞龙起脸 这波怎么输 找机会 总有一期 我录完了 可以起一波 叶迅敏 火老师 叶博士 上热搜 直接叫 热搜 词条都准备好了 少帮主 起 起脸输出 其实这个时候 我要是说一个 火树虽然开大 但火树根本不懂这个游戏 能不能上热搜 我得教火树玩游戏 我这么说 我说啊 下次再有机会玩 我教教你 怎么玩森林之战 怎么能拿好的成绩 火树得肿啊 学友们 火树得打飞滴过来 来北京 来找我 找我PK啊 他得蹦起来 踩着凳子 他得蹦起来 打我 你知道吗 我都不在躲的 让他打 没事 我要教他玩游戏啊 少帮主说 火树不懂游戏 要教他玩游戏嘛 热搜都定好了 找机会吧 我早晚有一天 我跟火树这关系 对吧 我不得跟火树 一块上热搜 不过有些东西 有些东西 你还没招 就在学习能力方面 聪明程度方面 你说你再横 你咱们直播间 谁敢拍着胸脯说 我就直播间的我 我不是说 我这个我不是说上帮主 是直播间的你 谁敢拍着胸脯说 我就比火树强 在这方面 有吗 我先问一下 咱不吹牛的情况下 就是学习能力也好 聪明智慧也好 对吧 咱先不论他 那个平时的一些 为人处事 话术 这些咱们不考虑 就这一项来说 有人敢拍着胸脯说 我比火树强吗 真不太敢 对吧 他就是一个普通清华学生 你都还能咬牙 说当年我要再努努力 我也能上清华 有些东西 你努努力 你也不敢说自己能行 你知道吗 学习们 真不敢 这个点上 你有这些东西 你不服不行 反正我 挺狂的一个人 我是服的 好吧 我是挺服的 这真的挺不容易的 而且我认为火树 也没有把 就是心思百分之百 你看人家 甭管是打三国杀也好 玩其他游戏也好 也不少玩 玩的好坏不说 三国杀成绩也还可以 卢士传说 他也玩 也参加比赛了 虽然他 卢士传说没打出成绩 但是他也一直都在玩 包括现在还在天天下 道次自走旗什么的 他游戏也没停着 他并不是说 就是全身心的 只投入到学习上面 他在我认识他的时候 他还没读博士呢 应该 对 他还没读博士 应该是刚 他读研究生 或者研究生毕业 刚开始攻读博士的时候 大概就是 反正那个时期 人家火术 也是该玩玩 该乐乐 人家学业也从来没耽误 确实牛 有些东西 你拿他做榜样 你都没法向他学习 那你就 你差着凳次呢 断层了 你知道吗 我们就是说 大家有的小伙伴 目标考个211 有的目标考个985 对吧 有的目标说我能考上个三本 对不对 每个人目标不一样 有几个目标说我要考一个三清 没人敢定这个目标 有敢定的 那肯定不是在座的各位了 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没上过 感受一下 感受一下 没上过 感受一下 能几十名也很开心了 截图 你们帮我截就行了 自家兄弟 不容易 不容易 体验一下 这还得是 还得是先有这个火老师和蒲一星上热搜 这个人家顺手给少帮主也带了一手 是不是 皇子应该也上热搜了吧 皇子应该比我靠前 肯定 叫什么 蹭一蹭 蹭一蹭 是吗 你们 你们都是自家姐妹挺闲 一看这几个都认识 挨个点了 是吧 都是这种心态 是吧 哎呦 这不自家 自家这个 关注的 这个主播吗 自家关注的这些 这个 这个好哥哥吗 直接全点了 全点了 还好 咱这个 不是什么凤面的 还行 我上过央视的新闻点名 有一次 说出去不好 是不太 不太好意思 有一次 我在那个熊猫平台直播的时候 上过 那个 扫黄打飞节目 然后 截图某直播平台 首页是我在那打炉石 我上过央视 点名了 CCTV 好吧 在那喷扫黄打飞 说主播擦边 可不是我 我在波炉石传说 天地男儿 真心可见 只是不巧 我正好在熊猫TV的 那个首页推荐 你知道吗 对 在熊猫的时候 正好那天 他截图 上新闻的那个截图 我在首页推荐 诺大哥主播 不小心 混上了 CCTV 点名批评 虽然不是批评的我 但是 但是 很尴尬 还上过一次 是WCA现场 我跟二龙 我俩在那看比赛 解说完比赛 我俩在那看别的项目比赛 然后 CCTV转播的时候 正好 摇臂摆到了 我跟二龙 好像是 在那个 这个是正面的 WCA 银川的那个 国际电竞 电竞赛事 世界 这个锦标赛 WCA 银川的这个 举办了三四届的吧 我都 我都去了 我都去了 有一次去了 还发高烧呢 还顶着高烧 就李博 夺冠那个 李博当时 得了 十万奖金吗 六十万奖金 我没记错 六十万奖金 十万美元吗 对吧 六十多万人民币 挺不错的 好像是六十 不是六十 就是四十 他自己记得 我可能记不清楚了 李博就夺的一个世界冠军 把各国的高手 大部分都邀请过来 我去微博看看 都谁上热搜了 都什么词 我看一下 刷新一下 查看热搜榜单 蒲一星 祝各位此行无憾 我肯定无憾 感谢蒲一星的祝福 我肯定无憾 吴泽林好惨 这都啥呀 火树贴脸开大 皇子小和口出狂言 28少帮主 自家兄弟 好家伙 我直接好家伙 文语榜 文语榜 咱们是 24 可以可以 总榜28 文语榜24 可以可以 谢谢大家带我玩 谢谢大家带我玩 有个截图 给我留个念 就行了 我估计也挺难 上前几名的 咱们没那个流量 首先咱们热度 自己也没那么高 挺知足的 大师赛又打架了 不是 大师赛 怎么能上热搜呢 没打架 你这好家伙 上次大师赛上热搜 好像是 大师赛打起来了 好像是这个词 好像是我记得 挺清楚的 大师赛打起来了 还是咱们直播间 谁有力量大 真行啊 23名 少帮主 自家兄弟 我天哪 我排在诚意直播前头 诚意直播24名 少帮主 能排诚意前头了 现在 我还看过诚意的两个剧呢 你看看这声闹的 你看看这声闹的 厉害了 文宇榜呢 文宇榜多少 文宇榜18名 可以 谢谢了 抱拳了 差不多了 再上去 咱也得不配位了 咱们差不多就得了 大家也就随便玩玩 乐一乐 再上去 咱们有点得不配位了 你也知道我几斤几两 挺开心 是值得心动的一天 总绑23 文宇十八 留念了 差不多了 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 陪我玩 再玩 乐一乐 咱也不影响社会 不占用人家社会新闻的资源 因为确实 咱这是什么事 肯定是不能再往前挤了 对吧 肯定是不能再往前挤了 咱就是玩 录综艺节目中的一期 对不对 我和霍老师挨着了 那肯定得截图 夜宵可拆不可腻 对不对 哪里 哪里不对 感觉 可腻不可拆 是吧 以前是这么说的 你说的都得 我今天也想赶紧下播 不是 这个下了播以后 赶紧去看节目 我也想看看 我可爱看弹幕了 朋友们 十八了吗 重新截图吗 好好 那我再重新拍一看 哎呀 人生难得 潇洒一回 什么 乌泽林都第九了吗 蒲毅兴热搜 全 全榜 第二 是有点厉害 有一说一 有一说一啊 咱有一点 必须得成 就像刚才能承认 火老师 这个 这个叫什么 呃 火老师 呃 这个聪明和学习的 这个成绩 不是 不是咱们 常人能比 比你的 就是你说归说 闹归闹 你还是得扶人家 蒲毅兴 现在能上这个总榜 第二 他真的已经断层了 真的 有点夸张了 真的 是我们 蒲毅兴真的已经断层了 你看蒲毅兴 我之前看他跟黄宗泽录的那个综艺 说良心话 我少帮主要是能跟黄宗泽录个综艺 我得多开心啊 哎 说向您学习啊 以前那个在做人方面 嗯 一直拿您当这个 呃 前辈啊 楷模 以后多向您多多学习啊 哎呀 没这个机会啊 黄子洪凡 已经跟罗大佑一块弄综艺了 我有的时候觉得 我还挺心 齐斯君就别说了 齐斯君是我看着长 不是 齐斯君 其实我认识齐斯君是所有这些人里最早认识的 对不对 现在这仨哥仨我真是有点高攀不起了 真的 这哥仨我真是有点高攀不起了 我是挺珍惜我跟我这几个 这几个弟弟 呃 一块的快乐时光的 以后可能机会越来越少 希望 他们在事业上面发展顺利 我我也能 我也能有机会 这个 再跟他们多一起录节目吧 这是真心 有点夸张了 就是 离我心目中的他们仨 这个越来越远了 不是说我们的关系啊 是我们那个参与录制的一些 我截图了 第九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那个 开个微信保存在电脑里 对 打卡了 打卡了 对 但我真的内心里很为他们高兴 同时我也很羡慕他们 真的 呃 呃 我要是再年轻个十岁 我本是再大一点 我没准也也有这个机会 只是现在的我确实可能 嘿嘿 可能没有那个机会了 但是我还是很珍惜我们一起度过的快乐时光的 今后呢 肯定机会会越来越少 但我们的关系很好 我登一下微信 我把那个截图解一下 我先截个第九名 万一我再刷新一下就 第十名了呢 雪传啊 嘿嘿 这波雪传 所以我是衷心的祝愿他们发展越来越好 将来他们什么时候能作为一档综艺节目主咖的时候 代代小弟 是吧 好哥哥代代好弟弟吗 呃 等他们作为主咖 等他们作为节目发起人的时候 邀请一下 死于邦局啊 啊 小少将啊 啊 是可以的 嗯 啊 那既然那什么就多聊一会儿吧 游戏少玩一会儿啊 多聊一会儿 第七了吗 我不配了 我是真不配了 我其实只是要一点啊 上个搜也好 既然有刚刚进来的校方 我只希望我在这个节目中 能够给你带来更多的快乐 还是那句话啊 看节目 首先要图个乐 情绪呢 谁都有 咱们要尽量 这个调节一下自己的情绪 嗯 风水轮流转 你今天看到吃了亏的人 他一定会找机会站出来 好吧 你今天看到占便宜的人 也会找机会还回去的 因为只 只看一期节目 是对这一季节目的不尊重啊 对不对 有很多的这个前后呼应 就好比之前我第一期节目录的时候 我说我要帮我好弟弟 这个助力我的好弟弟 当时我是吹牛说的 我帮帮我好弟拿冠军 敢巧了 我确实帮上了 对吧 你说我帮我是那种牺牲自己的帮 没有 我也是自己名次很很好 但是我 我又没有机会冲击第一的 我补试卡都用完了 我只是在自己助力了一把 对不对 这个助力呢 我可能能占个10% 但更多的还是靠人家自己 这个毋庸置疑 我能帮一把的时候 推一把就推一把 我用话术帮助他造这个场上的舆论 能够给他提供10%的助力 我觉得就很开心 所以你这一局看到了谁carry 后面有可能就因为carry 或哪怕是谁欺骗了谁 有可能就会付出在场上的代价 我指着这个场上代价 就是你上次骗了另外一个人 另外一个人可能想地方给你挖个坑呢 对不对 这都很正常 这都很正常 第六了 强 JY上过第六吧 赶紧问一句 直接就 JY说话 JY说话 群里 来 JY上过第六没有 直接就来 这可逮着机会了 找一个 我先截个图 我先截个图 把我跟蒲一星标记一下 然后就 爱他 这位说话 他不天天说KS说话吗 我找一个有KS的群 找一个有KS的群 这群里都有谁怎么看 我KS 行 我跟你说我跟JY有60多个群 不是 是JY这个笔天天拉群 他 他最近又拉了一个我 他KS和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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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耀的群 前两天拉的我 KB牛肉干跟他的群 他每天换一个人 就要拉一个新群 哦 这外 这会儿看不了 大师在发言 不着急 嘲讽一下 我跟那个 喷喷聊的 我就不跟你们说 聊什么了 没必要 我喷喷正聊的 喷喷说 火老师先上的 跟喷喷聊 太逗 火老师上热搜 是凭实力的 我是靠 水泊间水友 抬进去的 十几个 不是 好几百个水友 扛着少帮主 都闪开 闪开点 我们少将啊 我们少将第一回啊 都闪开 别踩着你们啊 我们少将啊 扛上来的 扛上来的 不用刷了 水友们 不用刷了 因为什么呢 再往前 就没有意义了 再往前 没有意义了 不用刷了 水友们 已经扛上去了 不用刷了 这第六对我来说 已经 已经那什么了 已经 就是天大的 这个 这个 幸福感了 好吧 体验一会 体验一会 以后也不需要了 咱只要在 代事面前 可以说代事说话 上次天天欺负我们 KS 老说KS 说话 对不对 啊 老欺负KS 不让KS 上大师赛 老要挟人家 我得替KS 出人头地啊 我主要是 为什么要带着KS的群呢 就是让KS看见 我充粉模式啊 那活老师一起上啊 活老师是热搜包年用户 确实 连发八条 谢谢 谢谢 不用了 不用了 再上 也没有 没有意义 对咱们来说够了 体验一把 别耽误人家正式上热搜 热搜主要还是给 很多人啊 主要还是用来 看新闻热点的啊 人家也不知道咱是干嘛的 什么少帮主 干嘛的 哪个少帮主 给被盖帮的呀 啊 干嘛的呀 对吧 人家以为黑色狐狸帮 帮呢 我天哪 对不对 上节目都怕 我看节目组都怕 怕引发误会 少帮主 坤狐 含笑 怎么说 少帮主痛失网名 至少火树 应该不是个树吗 他们说 别发了 别发了 听我一句劝 听话 听话 别发了 为什么呢 因为咱们已经够了 再往前 咱们就没有意义了 得不配位了 所以我们 听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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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发了 不发了 答应我 答应我 不发了 没意义了 没意义了 我们已经体验够了 截完图了 过年了 直播间过年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原因 我看人家网上 什么分析的 什么少帮主 为什么要带寒销 我看是网上分析的 老人爱他 我就看了一眼 我也不知道 我也没问节目组 也不需要问 人家也没写错 怎么着 人家说 怎么着 你不叫这个 还是说 你见不得人 我说他也倒也没必要 也不是 见得得 见得得 就主要 我觉得说的 还有点道理 少帮主 这个名字 还真有可能 会让人家 上初中的 或者上高中的小伙伴 会就什么 怎么帮派 芒果TV还宣传这个 家长一看 好家伙 我直接好家伙 不许再看芒果TV 那不全婉尼了吗 对不对 那不全婉尼了吗 肯定不能让人就有误会 谢谢大家点的关注和订阅 谢谢 因为有很多学生是看我们这种 我们称之为脑力博弈综艺 不要点脸 自称一下 看这种综艺 还是挺动脑的 跟着动的脑脑 记记的 还是挺用心的 而且有些家长也同意看这种节目 就是他有一定的 这个意志 意志动脑的 这个 这个内容在里头 对吧 动肚脑不吃单 对对对 他有一定的这上面 家长也不会特别反对 再接着 有的家长还觉得 举个例子 郭文涛觉得挺帅的 对吧 说这小伙挺好的 对吧 或者说 谁谁挺帅的 就是都有可能 对吧 家长没准也是个迷妹 好家伙 我40了 我就喜欢 这个 这个叫什么 黄子洪凡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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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哥哥 或者说 那什么呢 我们家孩子 15 对吧 我40了 我跟着一块粉 对吧 很正常 我打个比方 你们别上纲上线 那我总不能 每一次都说 那个最帅的是火树 对吧 不是 每一次我都说 那个最帅的是我 门恩奇 对不对 这叫 雨露君瞻 你知道 对不对 雨露君瞻 你每个都点一下 对吧 每个都夸一夸 年轻些许 让自己的心情也好一点 多给予一些 我现在叫给予一些别人赞美 你的心情也会好一点 美好的事物就是用来分享的 这外 这外也很棒 这外玩那个狼人杀多厉害啊 学伙们 你看 都没有 都没有人能知道他这个 这个心里怎么想的 就是 他变着分的让你去猜 你都摸不透他 这不就是本事吗 对不对 我根本就不敢跟这外玩狼人杀 天哪 我被骗傻了到时候 对不对 你看去大师赛那几个 那不是 那不是伸着脖子送吗 对吧 我是不敢去 我怂 怂包 我都不敢玩狼人杀了 就因为这外太厉害 给我吓的 你看 歪哥也很胖吗 对 不是 也很棒 对对对 你别瞎打赞幕 你怎么还带口音呢 奶壶不开 奶壶开了提奶壶 是不是 我记得火树上过热搜 奶壶开了提奶壶 上过一个热搜 每一边弹幕 我们都有录屏的 我念的弹幕 弹幕都是真的是 真的是呢 这外胖不胖 真跟我关注度 他不搭 我跟这外一年 也就在十一的时候 有可能见一面 平时也见不着 真的 我跟这外一年 也就见一回 一点都不多说 我跟樸易兴也就一年 建个一个礼拜 就是还可能在同一个礼拜 建的 真是见不着 我也不知道他们是胖是瘦 反正 那个直播里也看不出来 热搜别上了 咱们直播间停了 给我个面子 咱们真的停了 因为没有意义 咱这个话题 对于整个微博来说 我开始说想上个30多名 20多名 就过个亿 大家确实很给力 但是从我们直播间停了 外面人咱们不管了 但我们直播间首先是要停了 因为咱们确实不是什么大事 占用社会资源是不应该的 好吧 我也没想到能上到第五名 但上已经上了 但咱们要停了 好不好 对 不要再刷了 给我少帮主个面子 因为咱们这个确实不是什么重要的事 万一真有什么重要的事 影响到人家 好吧 停了停了 谢谢大家 咱们这个是 本来是想上个二三十名 上着玩的 谢谢大家很给力 网上的其他网友也很捧场 对 不是觉悟高不高 就正常的情况下 这种没有 除了咱们这波观众来说 对人家陌生人来说 这不就是没有意义的 对吧 它又不是一个实时热点 咱们别占用资源 万一今天有些别的什么重要的事情 对吧 OK 停了停了 下次我也不会再号召大家帮我 聊一聊这个话题了 下回也不会了 因为我已经体验过了 人生嘛 有些东西顺水推舟 体验一下就体验了 但是咱们不要得寸进尺 好吧 主要不是还是借着人家 火老师贴脸和扑一声 扑一声像话 扑一星此行无憾吧 我最近看了一个剧叫 那个角色叫扑一勇 有个叫扑一勇的 这个电视剧的角色 我怎么老觉得他是扑一星的弟弟 然后乍一看那发型 跟扑一星长发的时候 还有点像 真的 有个叫扑一勇的 然后那个发型扑一星 好像也就是留过那个类似的 可逗了 好看吗 对你们可以有兴趣的去看一看 对叫不良什么玩意 什么玩意 扑一星以前留过那个长度差不多 多的发型 我扎一看 扑一勇 不是扑一星吗 看一愣一愣 谢谢 那么玩好游戏 玩好游戏 大家的关注点就下去了 下去了就 就不会再有人聊这个事了 今天开心的也开心过了 复盘也复盘结束了 然后今天的游戏 大家去看一看 看完了以后 周末或者是下周周初 反正我会找时间再复一次 在我直播间 大家关注一下就行了 好吧 好 森林进化论知 森林之战 好